有個團出救火靈丸 紅泡 前九點 我台中一名人酒酒的男人 因為躲在路邊 有人叫救火車 這個男人不是對救火靈丸嗆聲 甚至是擋腳擋手 到便宜的 這件事有個擋手 便宜的小鳳 對於會準備拿出個手 救火車經常全身 都切胸的男主 送去單車送醫 不過男主不斷願意在歐白 甚至對救火靈丸又出手來打 男主就像這樣把救火靈丸嗆聲 甚至出手給人打 早前救火靈丸手沒有切胸 日子是要到便宜裡面 甚至還對醫火靈丸來擋手 門口的警衛跟醫火靈丸 都被這個男主手手打到 事情發生在二十五晚上九點 竟然接到報案 一個男主都在英雄路邊 心想都是切胸 還帶到濃濃的酒味 救火靈丸到中後 男主如果沒有要配合 不管救火靈丸一載改歲 還在這裡打傷的小鳳隊丸 現在有附接救完的小鳳隊丸 是又棄稿的 我是覺得很氣憤 然後希望 就是不喜歡民眾 把我們當出氣筒 我驗腫脹 然後口鼻都有流血 然後他還對我們這樣子 就是拉扯我們 並入罵我們 我已經 我們已經有警告說 他再繼續這樣會 造成就是涉及妨礙公務 雖然九年以後 他方將他肯定在擔架來做學 不過還是當中四的人 因此受傷 救火勞力平團 以後黨員希望 快點出現修法 像既然是勞力的造工所作 也沒有拜託對這個人 說 維修航海公務接近 記者 台中綜合報道 不是雖然會有任何派 那是偵人的造工 急速速開始 那麼多